复仇者联盟4片场出现神秘手提箱,原来导演早就买好伏笔。 复仇者联盟3,《无限之战》刚上映就开出亮眼票房,不过因为复仇者3和复仇者4两部电影是同时拍摄,因此许多观众都相当期待,甚至有人从片场照片猜测第四集电影是时空旅行。 不过导演罗素兄弟否认此消息,并透露其实早在美国队长3,英雄内战就有买下伏笔。 从复仇者联盟4外泄的片场照片来看,可以看到美国队长穿上了以前的制服,也剔去了胡子,和复仇者联盟3中一头乱发和大胡子的造型完全不同。 因此有网友认为就算他在复仇者联盟3中没有战死,也不可能在复仇者4变回原来的造型,因此怀疑美国队长会在第四集死亡。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这有可能是回忆画面,另一票网友则认为是时空旅行,因为从服装来看,应该是复仇者联盟第一集纽约之战的时期, 加上美国队长手上戴住很像是手表的东西,因此认为第四集电影是这些超级英雄们回到过去拯救世界。 其他外泄的片场照则看到工作人员手中拿住一个写助二元增进回溯框架。 Binerally Augmented Retro Framing 的箱子,是钢铁人在美国队长3、英雄内战演讲时展示他的创伤技艺所使用的科技。 导演罗素兄弟上节目受访也坦诚,复仇者联盟4的却和美国队长3、英雄内战有关联, 他们表示,很有趣,网友都会从泄露的照片猜测, 如果你回去看美国队长3其中一个围绕住一个非常具体的技术的片段,可能会知道方向。 等于间接证实是钢铁人展示的二元增进回溯框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